出罪三虎 放进必处 这是六国最后一位应当秦国的男人 楚国被一战打残 紧性的十万大军退到广陵 长平军迷奇被强推上王位 不料的前脚刚登机 后脚就传来噩耗 往简视军来攻 所有人当场惊慌失措 秦军汉不畏死冲上城墙 攻城巨木猛烈的重击城门 下一秒门栓轰然断裂 无数勤兵密密麻麻的蜂拥而至 很快城墙上的旗帜一竹 大军守之长歌 疯狂嘶吼杀进攻门 逼着新晋楚王仓皇逃算 结果却被两面夹击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飞剑连空直射心脏 密起当场凉凉 景函也在逃跑中被割下人头 唯有襄良还在攻门前苦苦坚持 身成宽大官服依旧势不可挡 这一幕 像极了几十年后的霸王项羽 最终的结果也相差无几 被逼得自吻身亡 消息传到齐国临滋 齐王下的整夜睡不着觉 得知秦国派出20万大军 在王本理信的带领下出征 他一脸生无可恋 秦军辞成北下乃是攻打燕带 哦 还好 为了以防万一 丞相齐王派出30万大军镇守高堂 阻断秦国到林兹的道路 随即派公子填充 出使秦国打探虚实 如今的齐国再没了战国霸主的气魄 当年燕国阅翼率领五国联军 连攻下齐国七十多成 幸亏田丹 靠着火牛阵扭转乾坤 齐才得以复国 可惜从此以后 齐国彻底元气大声 之后的历任齐王再无雄心壮志 田念上位后 坚定奉行和平主义 不掺和其他六国的屁事 十几年没动过手 搞得秦始皇都摸不透齐国底牌 干脆派出李斯去摸情况 五十万便是齐国举国之兵力 如若全部压上战场 齐国可供给的粮草 撑不过粮残 齐国数十年位于列国交战 省不到兵力没有扩充 粮食积蓄也没有多少 营仗简直难以置信 齐国这是和时代脱急了呀 其他六国身处混乱的战国 而齐国已经在过祥和的太平日子了 齐人一门心思都在努力挣钱 打仗神马的一边玩去 堪称标准版的温水煮青蛙 齐国早已不及当年 再无管仲孙殿这等大财 也无齐宣王这般民主 齐国覆灭早晚之事 得知田冲到了咸阳 营仍索性玩了个狠招 浩浩荡荡的秦军开出城门 气势大的吓人 老百姓整齐排列两边助威呐喊 攻下林姿 早日回来呀 不出三个月 齐国必灭呀 齐人遇过困兽之道 来是图郎 田冲在人群中吓得瑟瑟发抖 这还玩个猫呀 看看人家精神面貌 再看看自家的 一个只知道做生意赚钱的国家 碰上这么一个战争机器 下场根本不用想啊 齐国要活 只剩最后两条路 一 继继续结盟苟着 二 彻底归附秦国 第一条的难度系数不可谓不大 然而田冲却打算拼一把 都秦国不了解齐的家里 秦始皇消灭五国 只剩最后齐国苟延残喘 齐王田建此刻无比后悔 秦国攻函时他无动于衷 赵国被灭时他做官成败 燕国被揍趴 鸡蛋狂作死 他挽作钓鱼台 魏国被灭时他毫不在意 反正还有楚国垫敌 等到楚国被打残 他终于坐不住了 可惜二十万大军刚出发 颖都就被秦军攻下 楚国偶尔天下只剩秦齐两国 偏偏齐国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 我还想不明白了 韩魏赵楚燕 哪一国不是历世数百年 哪一国不是成雄一方 可给秦国一一荡平 丞相后盛下的当场跪刀 因为五国被灭 他起了很大的牵制作用 收了秦国颇天的好处 求大王吃醉 几类 华人只想弄明白 五国倾富的缘由 为秦王诡计而 仅凭诡计 就能数年连灭五国 莫非天下将一同于秦 秦王说对了 此刻田冲正在咸阳 做最后的争取 他直接找到李斯 瞎话张口就来 表示齐国虽然没楚国大 但士兵绝对都憨不畏死 赵国跟我们根本没法比 我王 占据东海之力 富甲天下 左拥五十万雄兵 足以和秦王迎起平坐 这世上没有钱办不到的事 一旦齐国把钱资助给各国的残留士族 过不了多久 被灭的五国就会瞬间复国 到时候你们还不头疼死 大哥商量 秦王不是书国 要和我家老板互尊东地西地吗 这事我可以当场拍板同意 欢迎更路 李斯直接被逗笑了 李斯请问公子 可与周公有血脉渊源啊 我乃齐国公子 与周公何干 那这大白天的 公子为何梦逸呢 田冲气得咬牙切齿 偏偏不敢当场发作 他没有放弃忽悠 第二天又堵在李府门口 结果却见一辆马车飞速驶过 得知是李斯进宫见银正 他当即惊慌失措 急忙让人追赶 可惜却迟了一步 被堵在宫外 可唯恐银正一怒之下 挥尸直奔林姿 于是通过妹妹黎秋 也就是秦国夫人的引肩 终于得到进宫机会 公子 这是保存齐国国座 最后的机会了 田冲心灵神灰 进宫后直接跪倒 自秦为秦国藩臣 为保证宣详强顺利 黎秋甘愿亲自前往齐国 说服齐王 齐公主家秦夫人的双重身份 他的话说服力极强 眼看齐王要妥协 后尚立马跳了出来 战神国开的遭遇在前 他明白一旦齐国没了 自己的小命肯定会丢 他疯狂煽动大臣反对 最后竟直接把黎秋软禁 营正得知后瞬间大怒 项令蒙田带30万大军直扑高堂 齐国随即将全国50万兵力 尽数派出 与走同时 王奔十万大军迅速南下 直奔齐都城林姿 密密麻麻的军阵 看得齐王一阵头晕眼花 用不着打了 结局已经注定 下一秒 秦军射出飞剑纯书 表示只要后生小命 归还黎秋 齐王被逼无奈 只要忽悠后生 喝下毒酒 齐王本想当场自尽 可惜却死活下不了手 最终他赤裸上身 口弦欲识 带着众臣开门投降 秦始皇一步步走上台阶 脑海中不断闪现过曾经的记忆 他终于实现了历代秦王的夙愿 达到了在此之前 从未有人做到的成就 大秦妇到此完结 喜欢的朋友欢迎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期故事再开新剧